Notification Notification的話 振動提醒 振動提醒這個 這個就是有點像 就是一個提醒 那這個Notification呢是 上的 聲音提醒跟振動提醒 你看好像PALM的話它就沒有 沒有振動提醒了 這邊有些 有些支援到全部也支援到部分了 IOS這邊是從 這是比對3G跟3GS 其實現在應該這是比較舊的投影片 應該是比對4G跟4GS 像這個3GS 3G裡面就沒有這個 Campus 這個大家就參考一下 可不可以access到那個 Native可以access到怎麼樣程度 那FoneGap的這個 Challenge跟Advantage呢 那 那基本上的UI是HML-based 是HML 都用同樣的 Advantage就是我們 一套吃天下 一套走天下 那可以用 可以用下面的Framework 可以用這個GWT 或者是JQuery Mobile 這都可以 JQuery Mobile呢 是根據JQuery 然後裡面有很多的 Dialog Dialog TourBar 就是介面上面 List 那 我來講 就不用去一個一個 用HML去刻了 不要一個一個去寫 你這些 你這些這個 原件 都可以直接用 那整個 FoneGap的Coreworkthrough 我想我們不會workthrough 就讓你感覺一下 開發的時候的過程 workthrough就是把程式碼走一遍 像我們講說這個 你現在寫程式的時候 不注意這個格式 不知道空幾格 不知道這個 這個寫註解 等等等等的 以後你上班了以後 去工作的時候 到主要軟體公司 去工作的時候 放心 一個月之後 你就會寫得公公整整 為什麼 因為你的程式碼 就會被打到投影片上 讓大家的Team來workthrough 我們這個公司規定 取名字要取這個五個字 然後規定這個縮牌 要縮一個Team 那你的沒有 對不對 你經理那也不用跟你講 你一定要這樣 那你在學校 誰都不聽人 怎麼會去聽 聽經理的話呢 可是當你的程式碼 被打到這個上面來 大家可以說 誒 誒一下以後 誒個兩次 你的程式碼 就變得很漂亮 這種東西是 所以這個 所以這co-workthrough 那這個 那怎麼做呢 那當然是Eclipse 這邊是有Eclipse 那這就很快看一遍 那這是開發的workthrough 這是開發的workthrough 那你真正 如果我剛才講的workthrough 是co-review 其實我剛才講的 是co-review 就把你的co 大家一起來review 讓同事一起來review 那蠻寫心的 那 同樣如果用Eclipse 這個畫面就熟了 你就開 開一個這個 那在Android的 開 開個project 那Eclipse上面我想 很多都有 Eclipse上做很多東西 有非常多的這個 library 可以安裝上去 但假設Android的 Android的 現在是D4 是不是 那 那在裡面呢 加上一個PhoneGap 加上一個PhoneGap 加上一個PhoneGap的這個 Java library 在Android 在這裡 加著 然後呢 加完以後呢 呃 然後你看 你需要其他什麼 像JQuery Mobile 你要跟JQuery Mobile 一起用 那也要加 因為你要用到另外一個 Library 因為PhoneGap 如果你不加JQuery 的那個 Library的話 你的介面就寫得很醜 你就沒有那個 不好好的介面可以用 那就把那個 那個也加起來 把那個 JQuery Mobile的那個 也加進去 還有CSS JavaScript 通通加進去 Luminum 好幾個一起加進去 那然後呢 那都是Activity 如果你寫過 我想這些同學 可能有些同學寫過 也沒有寫過 如果你寫過那個 那個Android程式的話 大家就知道 Activity很重要 是一個很重要的概念 所以你就要 Modify MainActivity的class 在這個 Source裡面 PhoneGap的這個 Alternative2 對 這個Modify這個 主要Activity class 那然後呢 然後 Extend 開始寫程式的 那就Extend 這個 DroidGap Instead of Activity 把這個DroidGap 你在這邊 假設你這個 假設你這個 Source Spring Extend這個DroidCap DroidCap Android的 PhoneGap DroidCap Extend這個class Extend這個class Extend這個class的時候 那下面就寫 你要Create 你要做的這些事情 就在你的這個 你要做什麼 看你要做什麼東西 你要Load URL 你要Create什麼東西 都寫在下面 程式嘛 那 那當然接下來就寫程式了 就看你的程式 這個 HML 然後你的這個 所以這邊就是 你熟悉的一個JavaScript 還有一個Web界面的 這個架構 就在這裡 就是上面 HML Head 有這個Body Body裡面它只有一個 Demo 然後你的API 就在這邊 API就在這個 這個部分 這個部分 看你的JavaScript要做什麼事情 這個程式嘛 就剛剛那個程式嘛 把它放大一點 所以 所以基本上就開發 也是很直覺 就你用 你就是 只把FoneGap Library 只是說 那個效果有很多啦 我們現在只能看一個 簡單的流程 那效果 產生了各種不同的效果 去年他們做 在做一個 手機上面的 那個用藥 服藥系統 用藥 藥物系統 這樣就用FoneGap做的 那如果你熟悉 如果你熟悉 如果有用過 那個 Mac的話 Mac的話 Mac開發工具 叫Xcode 那Xcode的話 就類似 剛剛是用 剛剛是用 Eclipse Eclipse是開發Android 用的 那Xcode 如果你沒有用過 一開始會有點不太好用 它跟 如果你不熟悉Mac的話 一開始有點不太好用 熟悉的話 那就還OK了 那 長像這個樣 我們就不去看 那 JQuery Mobile的這個部分呢 那長像 因為它 它一定是一個 JQuery的Mobile 就是 UI的部分 它一定 它是在 我們說在FoneGap裡面 它是那一塊獨立出來的 那這個獨立出來 它基本上 因為User Interface 所以它大概在 你的這個 JavaSquade的程式碼裡面 它大概是個Division 所以它應該是個Division來定義 定義這個Mobile相關的 所以這邊有 同樣的 這個是Header of Main Page 跟這個Content of Main Page 就Main Page來講 你可以先宣告 那宣告了以後 那這邊大概就是兩個 一個Search 兩個Button而已 就是這兩個Button 所以這邊是一個 比較 最簡單的JQuery 它沒有什麼效果 就是兩個Button 丟在這裡 丟在這個iPhone上面 那封蓋還可以 你要 你要往下 我們要 存取下面的系統 Extend到下面的系統 那 就看 你要 就大概架構這個樣子 封蓋的Customer Native Plugin 然後 封蓋的Customer Plugin Customer Plugin 跟Customer Native Plugin 都可以發現 它身邊有兩個Engine 然後 然後 然後這個 就可以去做比較深入的一些 應用 那封蓋我們大概就先談到這邊 那我們現在很快的 看一下這個 這個Titanium 那Titanium 有同學也要寫這一個 共同筆記嘛 有同學寫封蓋 有同學寫封蓋 Titanium 對 那Titanium的話 它這個 有 有FREE的 有要收費的 有兩個 那FREE的是Apache的 那有要收費的 那都有 都有STK 都有這個 Module STK 那PAY的包含了這個 不同的 你為什麼要PAY 它為什麼要是你收費 因為你收費 它可以提供多點的模組 包含了通訊模組 分析模組 還有那個 Commerce的模組 就你要做 真正要做應用的時候 就用它的 就收費 不然你要練習一下 基本FREE的就夠了 那它的這個架構 如果是一個JavaScript 它可以透過WebKit 然後或者是這個 Mozilla的這個 RINO 來翻譯 翻譯到 這WebKit的JavaScript Core 翻譯到iPhone上面 那Mozilla的RINO 翻譯到Android上面 所以它做這個Mapping 翻譯成它這兩個 兩種手機的Native Code 所以Titanium的JavaScript 透過這兩個 這個Engine 翻譯成那個 iPhone跟Android的Core 那 那這邊是翻譯的過程 好像這個 那用Titanium跟那個iPhone一樣 有一些 先背知識 先背知識也是 你要知道一些它的這個 然後要知道JavaScript 然後Titanium 你要去Configure 用它的Mobile Configure 這個Project 然後呢 用Text IDE Edit的Core 那它 它沒有這個 它自己沒有這個 特別的一個文字IDE 你要用它的IDE 它有一個Editor 它是Mobile IDE 那它沒有這個文字 讓你編 編寫成是IDE 那長相這幾個 我們就看一下 那它的強項 那它的強項是在哪裡 因為強項它是通通翻譯到Native 那翻譯到Native的話 就 所以Native的這些 能夠呈現 它都能夠呈現 那它現在只支援兩個平台 那也就夠了 iPhone跟Android 所以它的 它雖然只支援兩個平台 可是它這個 那 OK 然後 Core Walkthrough Core Walkthrough的話 Titanium Director 它有一個 Titanium Mobile 跟Desktop的IDE 但是它沒有這個 Source Code的Editor 它沒有文字Editor 它有一個開發的Editor 沒有文字Editor 它可以Create Project 然後這個 Build Application 它的ID長成這個樣子 它Developer ID長成這個樣子 它是可以設定的 簡單的 它的ID是讓你做設定的 不是讓你做編輯程式用的 編輯程式 你要自己找來做程式 它所謂的ID是讓你做設定環境 設定參數 然後做Load 那這個也是一樣 這也是它的Developer 你可以看到設定的環境 然後目錄 那 那程式的長相 當然就類似 因為它只是說 只是說你的Keyword不一樣 那 那這個 它Entry Point 一開始的時候是App.js 你的Titanium的程式 都是由App.js 來當作你的入口 所以你的入口 你的入口 其實長的樣子 叫Add Type Add Type 然後Type Group Open 都長成這個樣子 來 那 然後呢 所以你這邊是進入口 然後 然後 假設你要做Search的話 那這些Search簡介 就是Building 就這邊來Building AI 這個AI 就是跟剛剛一樣 就兩個Button 就是 你有輸入的Text跟Button 所以這個是非常簡單的AI 那 然後你就定義這個Search Create整個Search Bar 然後它高知道寬多少 然後 Create Activity Indicator 然後Create Type View Create以後 就把Search 這兩個Search 跟Table View 這兩個東西把它給加進去 這個 就是 準備介面 準備這個Building AI 也是跟我們在JavaScreen 裡面 跟其他的Web都一樣 就準備 用JavaScreen來Create 然後呢 有可能後面就有 Hs Call 這邊就有Hs 要Create 要把Response 用這個 SHR就是什麼 SHR就是Hs的Call 所以這邊 我把Response 用Hs的方式 來做溝通 所以在Unload的時候 執行的就是這個 然後我用Hs的方式 在做Search 在溝通 那 也就是說 用Hs 用SHRs就是說 我這裡 我這邊 我這邊去 使用者在這裡 輸入了一些東西以後 你還可以去做其他事情 不用等到那個後端再回來 但像這些東西 就會產生很多的安全的問題 在Web安全裡面 就會發生一大堆安全 但是這邊不是我們 今天要談的吧 然後當然 叫Event Handling 所以 Event Handling 的話 就另外一個Function 在這裡這邊 然後 在Add Event Listener 所以傳統的JavaScript 程式的長相 就在這裡 都一樣 然後再翻譯 可以 最後我們 比對一下 那Native的這個 App Development 跟剛剛我們看到的 Phone Gap 跟那個 Titanium 最大的不同的話 我們在開發 Titanium 跟這個 Phone Gap 原則上 如果你不要用到 Native的那個部分的話 那你就不需要 去 學這個 Objective C 跟那個 Android上面Java 然後 然後 這最大的好處 然後 那 那 那Native的話 就必須要它有 Experience 但每個Devite都有Experience 那 然後 如果是第一個 你剛開始寫第一個 的這個Mobile的應用的話 那當然 很多地方要注意 那 Hybrid的話 Hybrid的話 那我們 基本上就有 Common的AI 有這個好處 然後 那 那這個 Phone Gap Plugin Framework 就剛剛可以 把它分成兩邊來 兩段來做了 這我們剛才都提過了 那最後就有一個例子了 那這個